后来我们工作了很多关于这个议题 关于找不到别人帮助我应该怎么办 那我曾经邀请宁珍演出一年后的自己 当时宁珍说 那大家团体面有人就给了一个回答说 好吧 那如果先不管政府机构 先从我们自己那是要怎么样呢 自己当老板 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另外一个练习 就是如果我们有了五千万 那可以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因为宁珍没有想法嘛 那我们就来一个幻想五千万 结果根据那个五千万的想法 团体成员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年后的自己 有的是因为当时宁珍说 她希望做一个怎么样的机构 做一个小作手 小作手 所以呢 这个伙伴 她表现的是种植芳草 对不对 香草 那这个伙伴是在机构里面按摩 身心长期照顾者会有优惠哦 然后这位是 卖手工包 对了 那迎真看看 她之后你就选了一个什么呢 一年后你会变成一个什么 订单接不完 OK 好 谢谢 那天是11月1号 所以我说明年2020年的11月1号 你会再做些什么 那就是说订单接不完 所以其实这一段我们有写在剧本里面 但是发现说演出来一直不顺 所以跟迎真和对之后 迎真说她比较希望呈现 她比较想要呈现刚刚那边的 但是她现在觉得最重要的议题 所以我们就参加了港那一段 那在这个 所以对于 所以在戏剧治疗疗愈戏剧场里面 可能我们在写剧本和大家演出的时候 更在意的是当事人她的想法 然后这些修改 是为了要跟她核对 有新的发现 那我们也要耐心的等待 然后在工作过程中 我们也曾经有一些 比如说为了要更了解彼此 或者是要了解说 生命中过去遭遇过哪些挫折 那也曾经一定遇过很多好事 遇过哪些贵人 所以以上是挫折 以下是贵人和收获的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